我觉得非常荣幸也很难得能够有这个机会跟你们随便聊一聊了 我知道你这个十九岁就开始写诗了 一晃这个五十多年六十年了 那么这次你在北大是北大的住校诗人 一夜来了差不多有两三个星期了 那北大你来过很多次 我来过三次 第三 那是不是你可以说一下您在北大的印象 对北大的印象 我说北大的缘分是我当年1947年在南京考取北大 考取北大 但是你是到了南大 我是北大的录取生 可是呢没有来录学因为内战的关系 之后我散转南大夏大毕业 没有读了 然后去台湾台大毕业 1952年 台大那时候外文系 外文系 可是我进台大的时候是富士年做校长 所以还是北大的传统 北大的传统 听说这个ın千里先生应该是在台大 说外文系组 是的 后来他也就是创办妇人大学的英恋之 那他的公子就是殷若成 他们是满洲贵族 而且殷千里被教廷封为一个封为Night 他也是个身份 这个我不知道 当年这个轮献给日本的时候 殷千里是北京教育局长 我有 说了点苦头 对 你在这个 从台湾大学 那你是 也许在南京的时候 你开始去写诗了 南京就是外文西 一路外文西 对 那在台湾大学那个时候 然后这个 可能你大学没有毕业就发表了好多的诗集了 对 我第一本诗集是在大四的那一年出版的 是的 那梁世秋先生给我们的鼓励 他写了一篇苏评 登在当时的自由中国 半月看 是 是 那您这个 我知道您在这个 这个诗人的旅途一方面 你是 非常杂根在自己的文化 你是 对于这个 福建的文化 对于南京 当然 台湾 你是非常 安全中国 文化 有非常深的根 同时 你云游天下 我知道 你这个 到的地方特别多 而且 你在英文诗这一方面 英诗这一方面 我知道 你和这个David Frost 在Iowa 这方面 我说 这一方面 就是一方面 是有非常宽广的 这个世界的事域 另外一方面 非常杂根在自己的 这个我想你是一个 自觉的选择 还是说 我分析自己呢 的启蒙 跟启示 中国古典文学 对我是最重要 是主流 然后五四运动以来的 百话文学 是下游 然后对我而言呢 西洋文学 是一股强大的支流 这三个传统 都对我有启发 不过西洋文学 我的感觉 你的接触面 也非常广 你对这个古希腊的 这个神话 然后英诗啊 还有各种不同的文学 你在很早以前 就把土耳其的文学 土耳其的诗翻成中文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这个接触面很广 是 当然我主 我真正的专业是英国文学 是的 我现在 我近年来在大学教的 这个专业的课就是 浪漫时代的 英国诗歌 也包括这个美国诗 实际上 Whitman 啊 Paul 啊 Emerson 啊 Dickinson 等等 另外一个 一个专业的课就是 十七世纪的 英国诗 17th century 英国诗 那么这是萨斯比亚的晚年 以及后来蒋登的这些人 都是蛮重要的时代 另外我在大学里也叫翻译 是 中翻译一番钟 等等 嗯 嗯 我觉得你这个 就是说 一方面是 接触面非常广 另外你是 这个诗的 这个学术的气息 也很浓 那么 一方面呢 你也是 各种不同的 这个诗的传统 你也是兼容 兼容并序 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很自觉的选择 这三个传统 我是刚才讲的 另外在语言方面呢 我奉行八个字 白以为常 文以应变 白话是常态 我写诗 写散文 当然是白话 可是呢 并不排除文言 碰到 要变的时候 比如说 我要加强语气 我要诉诸权威 我要 我要这个 简单 我要 晕掉铿枪的时候 文言就来帮忙 所以白以为常 文以应变 是 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个 这个时代 特别从 这个四十年代 开始 变化太大 这个 做中国人很难 历史的记忆 常常受到 干扰 很多是遗忘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主动被忘却 另外在这个历史 记忆和描述上面 各种不同的观点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 是一种 也可以说是一种 这个认同的 有种 有危机 认同的危机 另外是事实上 很多认同也会 想破碎了 要能够整合 要能够 使得自己的认同 跟破碎很难 我第三次去美国的时候 结过一首诗 那么 好几段 每一段的后面的 reframe 别句 You know Bob Dylan You answer my frie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所以我最后一段讲 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 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 大岸而大岸在茫茫的风里 那么这种 但是这方面当然 我说有一种悲伤感 但是你的文字很美 你读你的东西 感觉到 这边几乎是 不是一种 有种愁 有种相愁 但是不是一种愤怒 不是一种绝望 一种扭曲摧残 不是这样子的一种形态 你也是做了 是不是有一些诗人 他的表现 不管中国传统 或者海外 其他的文化 你是比较能够认同 你比较感觉到 你的这个风格 是要自己能够塑造出来 江朝其实当然 有地域性的 对 那是比较形而上的 可是形而上的就是 就是整个民族的文化 跟历史的传统 那个《香朝》是很难消除的 而且越来越深 那么现在大陆 因为赵文书里选了这首诗 媒体就习惯于叫我《香朝》诗 那我说我除了这个主题之外 我是写了很多了 可是我也写了很多别的 一直到最近这个十年 我写的诗里面很多是环保的 环保诗也写了很多 那你的关怀就是说 我们一般如果从 这个儒家的传统 从儒家的传统来看 就人文的关怀非常强 就是 我是说如果在 我们看这个世界的 这个很多伟大的精神文明 有一些把 超越了外在的上帝 当作最高的 最高的价值 把这个未来天国 或者是彼岸 或者是涅槃 但对于目前所碰到的 不管是算红尘也罢 算是凯撒的世界也罢 基本上有一种排斥 这个现在具体能够看到 再这样讲解 地球反而不是成为 我们关怀的对象 也许是上帝也许是天国 不过你的这个在这方面 人文关怀 这个意味非常强 你现在如果讲这个 关于地生态环保的这个 是不是和我们 就是我们这一代 第一次用人的肉眼 可以看到了地球的全貌 你在看到地球全貌的时候 发现它的矿物 它的植物 动物 土壤 水源空气 都很容易受到摧残 那么在就是把这个地球 当作使用的家园 这种在儒家心态里面 人者以天地望为体 是非常强的 我在你的诗里面 也是一次一次的 在体现这一种情怀 儒学当然你是权威的 这个 我的诗 我的文章 甚至我的评论文章 的这个精神 它主要是儒家 当然到家 对我也有帮助 我在香港了十年 因为生活很好 也相当的安定 虽然有文革 到底是被挡在外面 所以我有一些作品 是有点倒价的 味道 可是我受中国这个古典的影响 那还是杜甫 杜甫这一支流 是主流 李白的 一了不起 他不是主流 他不是主流 杜甫一路下来 到这个路由 这个是主流 这个 所谓诗史 它有历史感 一种使命感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地球 面临这样子的巨变 那我们的认同 本来就是儒家就是 修生自家 这个自家 这个自国平天下 这个天下也就是地球 是 这是我们 人类所有的大家云 如果不加爱惜 那也是这个 这个 节色而语 赢吃卯粮 这样子 不知好歹 对 对 你这即使开玩笑的地方 你想到那孙说孔子三哲 你讲到孔子 讲到韩裕 讲到杜甫 这些 那你自己如果想 比方 David Frost 这些方面也有这一面 那我觉得你 你说是 我觉得儒家 一般 这个理解吧 我的认为就是路视 但是我觉得他不仅是路视 而且是要路视而转视 不是就认同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他虽然路视 但是他有他的评价 比如杜甫里面 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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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所有的人 都能够住在广下之中 像他的那种 那种 对人的 同情和关怀 这种 这种情趣吧 我想在你的诗里面 体现比较多 对 我也是很受他影响 是 对 嗯 嗯 嗯 当然 在他之前 屈原 忠君爱国 嗯 那是 不过屈原的认同是楚国 是 嗯 还不是 还不是天下 嗯 可是在屈原 因为屈原那个时候呢 合纵连横啊 对 大家 这个认同 都是 都是 这个 犹豫不定的 所以 哪个人事后 我就 帮哪个君王 去做事 就像 秦国 就有很多 可能 这个 六国的人才 都 都会进来了 嗯 可是屈原呢 他就是走的一条 那时候 那时候 恐怕 还不太 大家不太有儒家 这个想法 他倒是身体力行儒家的 松君爱国 是 接生字 是 有一种想法 我以为说是 比如说 儒家的这个传统是 孔宫 那是山东 是北方 那到屈原 那到这个 楚国 可能多半像 楚慈 多半受到这个 庄子 老庄这方面 影响 可是我们现在看 楚国 在很早 这个儒家的因素 也就很强了 嗯 那么在北方 那个道家的因素 也很强 嗯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这个思想的流传 就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地域性 它比地域 就是超越很多 一般我们那种地域的 地域的风格 比较重要的 这个伟大的诗人和 这个历史学家 各方都是 哲学家 都是所谓的国际 就是当时所谓的这个天下 是国际性 可是有一个很 很有趣的一个episode 是 说是楚王是公 是 是 啊 那么是谁说 那么 楚王是公 还是楚人剪刀吧 是 嗯 楚人得知 嗯 可是更刚成说话 仁是公仁得知 叫仁得到 嗯 然后这个这个 这个 马房事后 同时说 不问马商 对 先问仁 可是这个仁本主 是 是 嗯 那这个 因为这个 早期的讲 这个 我这一点 我觉得有趣 因为最近大家 谈了很多 就这个 呃 天下的观点 嗯 在西方啊 并不是很强 嗯 那么 比如说这个 这个 哦 以前 你先讲 王和霸的分别 嗯 霸是 焦和诸侯 所以 即使要达到霸的水平 要想达到霸的水平 必须 要能超越你自己的国家利益 嗯 你如果说是七皇 这个 这个 七皇 这个 那时候 他们的 这个 不管是管仲所代表的 或者霸权 他一定超越他的七国的利益 或近国的利益 要参得救和祝福 而今天美国所代表的 我们叫霸权 其实美国的这个 这个国家利益的观点 是非常强的 嗯 几乎没有一个 美国的总统 可以说 我们的 国家利益 是在联合国所代表的 国际利益之下 嗯 如果不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 为这个最高原则 那你就会受到很大的批评 嗯 这种 这种情况 就现在因为这个 国主的这个观点太强了 嗯 造成一种非常狭隘的 民主主 或者叫国主主 这和中国以前的中金爱国 爱天下 那个 我想这个情况 它有很大的分别 嗯 那我就说 这个 我们现在讲爱国嘛 那么有爱家 有爱国 有爱自己的文化 爱自己的民主 那么 应该有更高的 这个爱人类 爱这个 甚至爱地球 关爱地球 这一方面 那这个 嗯 一方面 它有这个非常宽广的 一种全球的视野 另外又是 又是 又是扎根在一个特殊的 文化的经验中间 就有的时候用这个观念 就是说 具有 普世意义的地方知识 你这个 你所掌握的这个知识 和你的感情是非常深刻的 有特别的这个地狱性 时间性 但是你要想要处理的 这些人类的问题 就绝对超越了 狭隘的地方去 嗯 嗯 所以那个 天主教的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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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教师啊 也后来也是一个大师啊 叫 John Dunn John Dunn D-O-N-N-E John Dunn 他有一篇那个 Sermon 非常非常有名 所以 Hemingway的小说也引用 这个 这个 这个奥顿的 诗也引用 就是说 No man is an idol Empire in itself 他说 If a promontory is washed away Europe is left 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no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The male bell The funeral bell It tolls for you 在Hemingway的那个小说里面 对 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以天下为己根的使命感 嗯 嗯 那在这一点上 他已经超越他的天主教 整个 嗯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 这个 这个 Global citizenship 那个不用Global的 World citizenship 世界公民 那时候还有这个 要创 希望能够创造一种世界语言 Esperanto 这个就 叫做Brenner Shaw 也参加这个 这个有问题 就是那个 那个 波兰的 波兰的 波兰的一个学者 嗯 他号称要创造 Esperanto Esperanto 对不对 结果 所创造的根据 那个语根 都是拉丁 对 拉丁的语根 那你拉丁语系 当然是了不起 可是你这个 这个 中国语系 就不在里面 嗯 嗯 所以这个 印度 中国 你不能包包 还是以西方的 以西方为天下 而且另外这个 语言本身 它是一个有历史发展过程 不可能是 有人的这个 把它创造 然后来推行 对 这个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对 历史不能 不 语言不能由下而上 一定是由俗而雅 对 对 不能由雅来自俗 不大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用字典 英文这些字典 什么奥斯尔等等版本 都不像以前的老派的字典 引用很多名家的名言 For illustration 都用了语库 语库 这是平常人如何讲话 英国人日常生活是什么时候 文法就从那样来 所以现在这个字典 是语言学家在编 以前像Samuel Johnson18世纪 那是文学家在编字典 这点也可能跟民主时代有关系 对了 对了 因为民主是针对最没有学问的那个人 的一个制度 每个人一票 你不能说你聪明 你伟大 你就十票不可能 我现在就是在文学这方面讲起来 不一定说是一定是精英主义 就是你在这个文学的修炼 他无论如何 有很多外在的条件 不是每个人都具有 那么这个精英主义有 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 一个就是过分强调了极少数人的特权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通过努力所达到的境界 那个高的境界一定是 取高和广 但是没有那么高的境界 只是要为这个普罗大众 这个标准来 作为这个基本的标准的话 那那个 这个就牵扯到一个文艺政策 我们是批评也牵扯到文艺政策 因为它总免不了 有政治的现实在那里 所以当年在延安 在七十年前 毛泽东的谈话 在延安文艺座塔柜上的谈话 是 有两个问题 第一普及 第二提高 那毛泽意思说 现在不需要提高 先普及再提高 结果普及就收不回来了 是 后来江青提倡小金庄文艺 根本燃和样板式 这是一种普及下去 没有提高的 可是这个苏联呢 因为它还把芭蕾舞啊 把古典音乐还保留下来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像这个 毫无疑问的俄罗斯文学 对中国影响太大 你感觉到它是一种 就第一个气派非常大 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 这个精神资源 我特别当 就对这个Dostoyevsky的东西 感觉到这个吸引特别大 那即使在 就是在这个Dostoyevsky里面 也是 这个 你感觉到那种 那种精神磨练 那种对于这个 普世的加持 永恒的追寻 这些都在里面 就这样的话 你感觉到是 是一种人的精神的 一种提升和震撼 但是 不是满足一般人的好奇而已 它那个气派特别大 那么在中国好像在 这个 这个 特别亚洲战争以来 要享有这样大的这个气派 而且非常深厚的这个精神资源 这种类型的创作 这个道路大概非常困 那么也不是语言 语言本身的磨练的问题 我想和视野和一个民族文化 所碰到的困境大概都有密切的关系 您对这个 比如说是这种 不管中外 我大致你刚刚提到杜甫 听到David Foss 有哪一些诗人 有哪一些答文好 但你讲起来 对你讲起来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灵感 或者是这个源头活水吗 来自一些什么样的人物 呃 那很多了 非常多 对 大概 就等于都佛所讲的 转一多诗 诗 诗 无诗 你去 to absorb a great variety of masters is the that's example of discipleship 是这种意思 所以呢 嗯 我也没有特别专工水 然后在中国很自然的去源 啊 然后 杜甫礼拜 然后下来苏东铺 我也非常喜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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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的话呢 在英国而言 当然莎士比亚的影响也是在那里 啊 不用说 那因为我是 是专工师了 所谓这个浪漫派的诗人 然后现在是爱尔兰那个大声 夜词 嗯 WB夜词 嗯 可是影响我的诗的 诗的 诗的 接奏感啊 我的 我的 diction啊 等等等等 我的 metaphor等等 嗯 还是很多来源 因为我同时也非常喜欢绘画 跟音乐 嗯 嗯 所以那些中国的水墨画呢 或者西方这个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些大师 对我也很有影响 嗯 音乐也是这样 嗯 You name it 这个这个这个 蝴蝶音乐 或者是 Jazz 或者是非常 潇洒 是的 或者是 或者是摇滚乐了 零钩了 蓝调了 我都很喜欢 嗯 嗯 嗯 所以我 我对于Pieter 非常喜欢 是 嗯 我常常说笑 王尔哲是我的家人 因为我 一千万万讲他 我的家人耳熟能想 嗯 反骨 也是我的家人 我反过他的传记 哦 哦 你反过呢 叫The Last of Lives 你翻 对的 对的 他这个情况也是 那你看如果 反骨你想到的这种很 很 当然第一个 它是很厚 很重 那么另外是 这个心灵 受到很大的 苍杀的扭曲 一种强烈的 这个生命的力量 对 而且一方面 好像 非常 说笨拙 那是不太对 但是就是 用力用的 非常非常多 要完成一幅 几乎是全身 全身一副 人那个 physical exercise 也可以看到 说的 这个反骨呢 能够亚述共赏 现在啊 他因为 他这个背景有两个 第一 他的父亲是牧师 所以他从小 有这个神圣的念 他这个牧师 牧师馆 牧师区域 那个宗教 印象很大 他本来想做牧师的 失败 教会排斥他 认为他这个 衣衫不整 这个 有入教会 提升的是 教会自己 自觉于 信徒 是 受死打击 他的一腔 宗教热成 就转向意识 因为他的一些 酥酥伯伯们 是欧洲 几个大都市里面的化伤 他有这个原因 他也在 在叔叔的画店里面 卖过画 他劝人家 买好画 人家 贵夫人 选了坏画 他说 你不要选这个 你要选好的 诸如此类 所以他有这两个背景 他甚至以这个 基督之命 他画自己赤画像 背景不甘激 画得像光荣一样 他画朋友 他奉送光荣 很有趣 嗯 嗯 嗯 他这个 如果你讲这个 他的朋友吧 Golgan 那那个好像也有 他的一个宗教 宗教信 但是他是属于 这个 这个 原住民 土著 完全是非基督教的 Primitivism Primitivism Golgan 是什么 欧洲文化 就是一个垃圾桶 避之唯恐不行 所以他 根本就跑到 南太平洋去了 是的 另外一个 转一点 Primitivism 等等 所以他是 他是以一整个 欧洲文化的叛徒 去的 嗯 那你和这个 如果讲这方面 我知道我也 对这个欧洲的艺术 不管印象派 更高的古典 一种非常大的吸引力 哦 那么另外 这个我们自己 我也是在台湾长大了 那么至少台湾的文化 你不管那个时候 也许讲说文化复兴啊 各方面 有一些政治化的倾向 也许比较狭隘 比较浪漫 但是没有断 和中国大陆 从这个 五四以来 那毫无疑问 四九以后 特别跟文革那段 有太大 那么又经过 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 在国外一段时间 再回到大陆 你能回来的这个 频率很高了 从九十年代的话 你回来不想多少次 这个同是一个 文化中国的一部分 变化有那么大 那么你这个感受 你有感受一点很深刻 你这个就是 你怎么样来 对你自己的一种 文学生命的发展 你对自己的认同 当然在那个 所有冷战的年代 当然是很难挨过的 尤其在文革期间 整个 整个中国文化面临浩劫 你自己要有没有定理 没有信心的话 就很难够把持自己 像我当时 我有一个高主 我有一个最初学生 叫温建刘 他非常充满 中英文也很好 可是他就认为 最近部的文学是浩然的 金光大道 而且他 无碍无私 无油碍真理 常常来 俸建我 就是你搞的那套文学 过时了 就是Decadent 后来他就死在文革期间 他临时的时候 还对朋友讲 革命大业要坚持下去 那么一个英才 他没有办法挣脱 时代的压力 那么这个如果 你经过一条时间 现在又有一个文化 至少文化回归 一种年轻人 就强烈的 要在这个中国文化中间 寻找到一种精神家园 这个意愿非常强 那么你就说 因为这个原因 又出现了一些 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那么现在比如和日本的关系 要给他们看出来 我觉得这条路 这条路不容易走 就走的就是气很顺 这个不堪不移 我不知道您 您对这个怎么样 我孔子 对这个诗的看法 心观群愿 对这诗可以心 诗可以观世 对群愿愿 对 这四个字眼 这个心 歌面 比较是private expression 观察民间 群 群体的这个感觉 它好像 public和private都照顾到了 相当远通的 我觉得可以奉行 这样子的一个 诗观 我有个感觉就是说 我不知道 我现在 平常我们在 这个思考问题 有一个很不健康的 一个二分法 就是特观 主观 那么英文里面 这个personal 我觉得这个字 就跟中国说 个体 或者主体 跟这个private 可以分开来 或者这个personal 和private 可以分开来 不仅可以分开来 而且 如果这个事情是我的 我不愿意跟人家分享的 是我自己私人的事情 那么 常常是我希望 有一种隐私权 不让它随便让人家知道 我平常讲这个personal 意思就是说 我有很强的感受 甚至说很强的存在的感受 但正因为我这个感受很深 我希望能够跟人家分享 我希望说出来 那么我说出来的话呢 我表示我有 一定有它的这个透明度和客观性 它有这个可以讨论的余地 那另外我也愿意 我所说出来的一种 个人深刻的感受 能够受到批判 甚至也可以证伪 如果我讲错 那么这个中间 就现在在从事学术研究 特别在人文这方面 那个personal 就是等于个人的一种承诺 和个人的一种投入 反而成为非常重要的因素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因为personal 所以你没有客观 你不要属于主观 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可以客观 可以公共 可以公共有公共性 但是又很强烈这种存在的感受 您的 我说我用了一个观念叫体质 平常我们的体验 体查了各方面 但体质这个观念 在古代汉也是没有的 那么只有讲到音乐里面 就是说是有一个西方的学者 叫迈克普拉尼 他是一个科学家 但是他也认为即使科学研究 你这种有体会的 有体验的这种感受 是你能不能够深入的一个必要调整 就等于一个钢琴家 当他真正对钢琴有所体质的话 这钢琴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或者是一个工匠 在他不管是木匠也罢 雕塑也罢 他经过了长期和他的木头 这种长期的一个熟悉的过程 一种内化的过程 逐渐他能够了解 他应该怎么样来表现 对 这个真正的科学家 也会到宇宙天人合一的那种高度 哲学家更不用讲了 甚至科学家爱因斯坦 他也欢喜音乐嘛 是 他自己拿了小地形 我们讲究这个天人合一 甚至于武侠小说 人就是贱 贱就是人 对不对 荣为一天 道就是意 意就是道 也互为表里 不怕这个时间 有点差十分 好的 我问你一句话 就是关于你这个熟悉 就是都是算 还是算你的晚辈 但是像叶威廉 像这个王进宪 或者亚全 这些他们都跟你是非常熟了 那么像 是不是您可以这个简单的提一下 你对他们的一种期待 也可以说 他们还年轻 作为年轻 像这个叶威廉 我最近很少跟他接触 我不太了解他现实 叶威廉 他当然是 是个 是 大概比较起 他也是比较文学的 这个推动者 在Sandyago 也造就无数 这个高材生 他对诗的看法呢 他讲究 就是pure poetry 纯诗 他那位诗呢 从直觉来 从intuition来的 所以他 论诗 他引用的例子 都是妄为的 对 还是道家 是参禅的 还是这样子 他就有Astrapan Astrapan 对 Astrapan 对 这个Cafe 他也有研究 那么 我其实认为诗 我不一定找存诗的路 你这个路诗很深 你不由直觉来 因为诗中有感性 也有理性 是 像韩 韩音乐 像杜甫 他有的里面 他讲道理 苏东坡有些讲道理 对 说理的诗 说理 你处理得好 用形象的语言来说理 反而更高美 对 所以我跟他的看法 不太一样 王金仙 王金仙 他当然 他也是翻译啊 这个上文 也写得蛮好 他也是比较感性多 也比较感性多 嗯 嗯 嗯 我们是这样 我们这些现代诗人啊 外界来批评 现代诗人 我们就出来 出来反驳 可是反驳完了 是内战也开始了 哈哈哈哈 大家看法还是不同 大家这个诗人 可是对诗的看法不太一样 嗯 嗯 可是大致上讲来 都还是 坐而论道的 嗯 不会 不会像某些 政治体制之下 会 会站在真正敌人 敌我 这种都没有 对 谈过就算了 嗯 另外 我知道这个郑仇宇啊 他刚刚就回到金门了 他现在在金门 对 当然说 你们那也很熟 很熟很熟 嗯 他的诗人也很好啊 嗯 尤其他的这个 美丽的错误啊 这些 读者很多 嗯 嗯 在台湾这个销路最好的是 习慕容 哦 习慕容 我知道 他比较 通俗 然后是正成 我的销路第三位 哈哈哈哈 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大非常谢谢你 我找了机会 我知道你今天晚上 你还要做广告 哇 幸好你是 Oscar Wire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录像 那谢谢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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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